记者郑明翔苗栗报道,苗栗县逐南境分局执行安居专案,今早于辖区社区大楼出租房屋内,查获毒品毒咖啡分装厂,逮捕44岁徐姓男子。 警方表示,徐贤利用女友租屋后作为包装贩毒据点,还将毒咖啡取名It's Love比爱更爱比甜更甜的交名演示,但才经营半个月即被警方查获。 也是苗栗首次破获毒咖啡分装厂,成功阻止大量毒品流入市面。 警方表示,日前接获民众通报,称于竹南镇科砖六路一处大楼内的出租楼层,从7月中旋开始就陆续有许多可疑分子进进出出,且屋内时常飘出不明气味。 经连日跟间锁定户籍新北市,从事铁工的徐南,他透过女友成租房屋后,开始经营起毒品分装工厂。 警方得知才成租半个月的徐贤近期准备搬家转移阵地,今早立即突袭搜索。 徐贤健行迹败露,死命保住毒品包一图丢出窗外灭症,警方费尽揪牛二虎之力将徐贤压制,并搜出140多包掺杂K他命,卡西同的毒咖啡,市价近10万,另还有封口机,400多个空家链带等,有毒品前科的狡猾徐贤遭待后,推称毒咖啡是一名绰号养镜仔的友人寄放, 将毒品咖啡包取名It's Love比爱更爱比甜更甜,四叶幸运草,金瓶梅等甜美名称,吸引青少年购买。 警方表示,此未苗利首次破获毒品分装厂,倘若这些命名独特的毒咖啡包流入市面恐会有许多青少年受害,所幸在警民通力合作,再加上警方以大数据资料分析涉毒热点, 这才顺利逮到徐贤,训后医毒品罪嫌疑宋苗栗的检署侦办。